松风水月 叔父 兄长 望线二人和声诗以一礼道 嗯 坐 蓝启人汗首道 蓝望鸡提前跟蓝西沉通了个气 让兄长在场调节一二 也可让魏英好过一些 几人大概寒暄了几句 魏无线便开始准备烹茶了 烹茶看似是君子六一礼最不起眼的一种 可对于蓝启人这种礼教大于天的雅士来说 烹茶还是相当重要的 魏无线不敢大意 他小心翼翼地用竹夹夹起一块茶饼 放在火上均匀地炙烤起来 没过一会儿 整个松风水月便充盈着沁人心脾的茶香 魏无线不停翻动着茶饼 以便茶饼受热均匀 烤到茶饼开始丝丝冒热气的时候 魏无线将茶饼慢慢放入专门放茶的丝搏袋中 又拿起一旁的小木锤准备碎茶 这碎茶也是颇有讲究的 木锤敲击得要使茶饼受力非常均匀 用力过猛则不雅 用力过小则茶过碎 冲泡影响口感 非得持恒力 将茶饼敲击地碎的每一块都恰到好处 才不会影响冲泡口感 蓝启人和蓝西晨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棕舞 看似随意 实际蓝启人的眼睛就没离开过魏无线 虽不是诚心想盯着他纠错 但他也想看看魏无线在礼仪方面 到底还是不是朽目不可掉 看着魏无线全神贯注的样子 蓝忘机微微有些心疼 这人为了自己当真是甘愿收起所有的锋芒 不过心疼的同时 蓝忘机对魏无线又有些刮目相看 总觉得这时候他特别适合一句话 静若处子 动若脱兔 蓝忘机直觉自家道理六亿俱全 是全天下最厉害的人 什么都会 什么都是顶尖的 魏无线可不知道蓝启人和蓝忘机的心中词 敲好了茶饼 又规规矩矩地准备煮茶了 魏无线摆正了红泥炉子 加起一颗颗精致的橄榄炭放置炉底 带火起 将煮茶用的壶放置在上 预热过后 将提前备好的寒碳灵泉水倒入其中 待第一便洗过茶后 就是三费了 后汤最难 未熟则莫浮 过熟则茶尘 所以 这不是仅仅把水烧费这么简单 如果仅仅是烧开水泡一下茶 那这烹茶也不会被列入液里面了 茶经曰 其肺如云木 微有生 为一肺 边缘如涌泉莲珠 为二肺 腾波鼓浪 为三肺 以上 谁老不可食也 等折腾完这一整套 魏无线的额上 已经浸出了一层微不可茶的细密的汗 也不知是紧张的还是累的 当他双手给蓝启仁奉上那一杯色泽清亮的茶时 终于换来蓝启仁的一句好 魏无线长舒一口气 心到终于过了一大关 看着自家道旅的可爱模样 蓝忘机在一旁微微笑着 直觉这便是他一直盼着的 岁月静好吧 越是秋分分外明 又是一年团圆日 中秋将至 魏无线摩拳擦掌 想要好好庆祝一番 拉着蓝忘机要去彩衣镇 买些过节用的物食 也早早地给江城 金陵 聂怀桑他们去了信 叫中秋当日 都来云深不知处过 一起热闹 蓝忘机文言心中知晓 这是在经历了 他们各种意义上的分离之后的 第一个代表团圆的节日 他是想要好好和自己真爱的友人 好好聚聚 蓝忘机乐地和他一起准备这些 于是跟叔父告了假 还带上了丝锥和景仪 四人一起朝彩衣镇走去 许是要过节了吧 彩衣镇上好不热闹 到处都在卖跟中秋有关的务食 什么做月饼用的模具啦 赏完的花灯啦 赏月饮的桂花酒啦 应有尽有 魏无线瞧着欢喜 什么都要凑到跟前去看看 玩玩 蓝忘机把人跟得紧 生怕给丢了 走到一个专门卖模具的摊子跟前 魏无线拿起好几个看了又看 可没有一个能和他心意的 他不停地平头论足 害得人家老板生意都坐不消停 可见这几人先人之姿 又不敢轻易得罪 一副表情憋屈的好不精彩 魏无线兴致缺缺 又捣过了几句 转身走了 蓝丝追见状 上前问道 老板 你这儿可有那种没有任何花纹的模具 老板一见可来个会说话的 忙道 有的有的 我这还有几个未来的极雕花的模子 全给公子可好 好 麻烦您给我包起来吧 蓝丝追拿着包好的模子 跑了几步 追上魏无线道 魏前辈 您看这种模具您可喜欢 嗯 空的 魏无线举着一个模子好奇道 是了 方才我见您不喜那些雕花 想着买些空模子 咱们回去自己雕气不更好 甚好甚好 丝追啊 还是你的想法好啊 魏无线顿时喜笑颜开道 丝追低头抿嘴一笑 接着说道 我们再去看看花灯罢为前辈 好 走 逛到快要黄昏 魏无线大包小懒的买了一堆东西 才满意而归 中秋当日 挨过了无趣的家宴 魏无线拉着蓝忘机和蓝西辰 叫上丝追和景仪 完全忽略掉蓝起人的吹胡子瞪眼 马不停蹄地往静时跑去 江城他们快来了 赏月的场子都还没布置呢 魏无线早就相中了后山一个小凉亭 今夜作为赏月的场地再合适不过了 爱景仪景仪 那个花灯你都挂歪了 再往左边点 对对 好 停 魏无线指挥的不亦乐乎 蓝丝追从厨房中拿来一个大案板 醒好的面团 很多口味的馅料 当然还有他俩一起雕好的模子 为前辈说了 这月饼呢要大家一起做一起吃财 更显团圆之意 蓝忘机望着忙碌却快乐的自家道旅 眼中尽是温柔 他默默地从乾坤秀中取出那天买的天子笑和桂花酒摆好在桌上 本来中秋赏月是要喝桂花酒的 可他听老板说桂花酒甜腻 知味应不喜 所以又要了几坛天子笑 蓝丝沉在一旁看着 摇头笑道 这份宠腻 怕是比桂花酒还要甜吧 等场地布置得差不多的时候 江城他们也如约而至 江城 你可真行 当真踩着点来 一点忙都不帮 魏无羡不满地嚷道 帮什么忙 是你邀我来的 你是主 我是客 我竟不知这天下还有让客人帮忙的道理 江城一点不吃亏地回嘴道 眼看二人又要呛起来 精灵赶快上前来当和事佬 好了舅舅们 今日是团圆佳节 你们这样吵 太破坏节日气氛了 魏兄 我看桌案上怎么还有些生面团 你这是准备的什么节目 聂怀桑上前岔开这两只斗鸡问道 哦 聂兄啊 这些都是做月饼用的食材 我还自己雕了些模子 我想着我们自己做月饼吃 岂不更妙 还是你会玩啊 魏兄 那是 好了 咱们快开始做吧 趁月亮还不是最圆最亮的时候 于是一众仙门名士卷起袖子 开始做起了月饼 众人有说有笑 也有打有闹的 好不热闹 不一会儿 一个个月饼便出具形态了 蓝湛 这是我专门为你叼的兔子的模子 你看这月饼好看吗 魏无羡悄咪咪的在蓝忘鸡耳边说道 蓝忘鸡顿时红了耳根 他如获珍宝的捧着魏英递给他的兔子月饼 开心地说道 好看 舍不得 别呀 我给你放了很美味的馅料 别舍不得吃呀 魏无羡交称道 嗯 你做的 都好